周潮的语言就是今天的台湾闽南语 第二集 我是尹专志 语言经过三千年、四千年、五千年 我们如何知道古代的发音呢? 其实它是有方法的,并不是没有方法 古代没有录音机,那为什么有办法知道? 夏上周三代的发音是闽南语读书音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一定有我的道理 人家说江欧一点管 汉字、同音字很多 古人口述 那记载的人往往物载为同音的汉字 他在记载的时候,他会记到同音的汉字 学界称乙音通假 就是声音相同 假借他来使用 叫乙音通假 例如超前部署 有的人就把它写超前部署 就知道是讲普通话 因为超前这两个字 跟这个超前这两个字 闽南语不会相同 客语可能也不会相同 粤语可能也不会相同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讲普通话 我们就用乙音通假的论述来解决这个问题 人家说江欧一点管 讲破无计刀 上一集我们提到食与豆肉 饮与豆酒 豆与豆两字 但是闽南语发音相同 就知道周朝当时的语言为何了 吃一刀肉 喝一刀酒 你知道的意思吗 其实这个豆就是豆 其实吃一刀肉是吃一次的肉 喝一刀酒不是喝一刀一大汤 那乙音通假的妙用就是在这里 就是因为它的发音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 当时的发音就是讲闽南语 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和洛话 什么叫做和洛话 这是大家一直在讲说 和洛话和洛话 但到底什么是和洛话 和洛话其实就是 和出土若出书 这一代的语言称为和洛话 就是当初和土若出土的地方 那一代的语言称为和洛话 因为住在那边的人讲的话 那我们语言都会以地区的名称来命名 就是这样 那赫老话跟辅老话的本质就是和洛话 但是它是闽南语的发音 和洛话 和洛话有的人就写成和洛话 有的人发音不太一样的话 他就会写成和洛话 因为广东人他不懂得汉语 因为广东人的汉语是乐族在讲汉语 所以他的声调会有差异就会弄错了 那因为这些人都没有读书 所以口耳相传他采用既阴字的关系 才会用赫老话 我们一般的语言会用英语 越南就粤语 泰国就泰语 那赫老话是一只赫在讲话吗 不是 有福气的人的老人家才会讲话吗 不是 这些都是既阴字 所以很多人在跟我讲 应该要赫老话才对 胡老话才对 还有一个教授还写了两个很奇怪的字 其实那个教授根本是笨蛋 他根本就不懂语言学 语言学的语言不会有那两个字出现 我不想讲他是谁 因为他是一个很讨厌的老人家 没读书的人身体好声量比较大 这教授骂人的时候声音都很大 凡事都认为自己最厉害 其实是最令人讨厌 老人家是个宝 但是脾气不好的老人家就不是宝 但语言从来都以地区或特色命名 从来没有听到赫会讲话的 什么赫老话 赫会讲话吗 赫有语言吗 或许他有语言 但是我们听不懂 这样知道我意思吗 我们闲话修谈进入主题 何若话因为夹着文字的力量传播日久 变成为通语 何若话因为在何出土若出书这个地方 已经历经千年的发展 所以在当地传播很久 就变成四方流通的语言 叫通语 这样知道吗 夏苍州的语言是延续的 否则无法成为通语 这句话你要记起来 夏苍州的语言是延续的 否则无法成为通语 那夏苍州的亚言 齐保留最完整 齐国保留最完整 很多人都说 老师你到底有建国吗 说到一大堆 到底是真的吗 夏苍州我常常在讲 有一分的建国 讲一分的话 若是没有建国 我在这里讲 那你就不对了 那你就讲不错了 对吧 《理记》里面有一个《月记》 《月记》它有记载这一段 它说 故商者五帝之宜生也 三皇五帝之宜生也 他的声音流到商朝 商人士之 故谓之商 商人士之 故谓之商 那其者三代之宜生也 三代是哪三代 夏苍州三代 其人士之 故谓之奇 什么叫奇 因为它三代的语言都会 所以它叫奇 那这个声音是一直传下来 才会叫通语 这样知道我意思吗 《理记》的《月记》里面有记载 读书 你们要读书 所以成语里面有一个成语 叫一副众修 这里面讲的就是 楚人送子弟到齐国学语言的故事 楚人为什么不送到其他国家去学语言 为什么要送到齐国去学语言 因为齐国的语言 就是刚才我讲的 它是最标准的语言 所以楚国的人才会送到齐国去学语言 不然的话 楚国人讲的话 齐国听不懂 那为什么楚简里面记载的历史 常常会写错字 因为同音不同字 所以就会写错字 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 那由一副众修 我们可以证明 齐语是罪证 即古代的通语 或称为雅言 就是从这边在推论而来 所有东西都要有逻辑 而且要一脉相传 不是说我说了就算 你说了就算了 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 一定要有根据 而不能够乱讲 如果你熟读诗经 那就知道部分的客家 乐主已经混居在中原 诗经里面有很多体材 他用字的方法 用字用到哪个字 其实就代表他是哪一个汉族 你如果仔细去跟他看 你就会发现 广东人 现在的广东人 其实在两千年前 接近三千年就已经出现在中原 那这些出现在中原的南方乐族人 对我们现在的称呼叫熟乐 南方没有北上的人叫声乐 就好像早期的汉人 在台湾的汉人称原住民叫熟藩 来跟汉民族在一起的叫熟藩 那对高山上的叫声藩 我没有歧视的字眼 那是早期的称呼 其实原住民很可爱 我们从来不会跟他有歧视的观点 为什么 因为我身体里面也流着原住民的血 我家厅堂上的人的祖先 一到第四代都是汉人的脸孔 到第五代就变成原住民的脸孔 为什么 因为长期跟原住民通婚 就被原住民给同化 所以我的脸就变长了 不是马不知脸长 而是我的脸的特征就是比较长 可是早期一到四代 就是圆颅头比较圆 额头就很特别 是汉民族的形象 那客家人呢 客家人其实是南楚的民族 南楚很多人就都知道 客家 奢族 但是我一直不愿意讲 但是已经有网友已经把它讲出来 客家就是南方的奢族 那南方的奢族 他会不会跟着脚步跑到中原去 因为中原有语言文字的优势 所以有一家 有一些奢族就跑到中原去 所以他就学到了中原的语言 所以你可以看到客家的语言里面包含 闽南语的读书音 包含闽南语的白话音 包含现在的普通话 为什么 因为历代他一直融入各种不同的语言 所以答案很简单 其实没什么困难的 这就是部分客家 乐族也会雅言的由来 很多客家人就说 古代的雅言就是他们的话语 其实你如果知道客家的历史 你就不会这样讲 那乐族他说他的语音有九音 他们是最纯正 抱歉了 中原是八音 不是九音 那九音是九音真经 九阳神功 没有那种九音 只有八音没有九音的 所以乐族也不是 乐族其实是南方的百越民族 跑到中原去的关系而已 但由于先天发音系统的关系 及口语的关系 能与一般雅言会有些许的差异 你去看乐族跟客家人 在讲雅言 讲读书音 其实他们也会讲 可是音就是不纯正 很多人就跟我讲 为什么叫不纯正 我告诉你 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讲 南方的百越民族是鸟语 你自己去看网路上 每一个民族他都有自己的 都有自己的国家 他的讲话就像鸟语一样 这不是我在笑乐族 其实他语言特色就是这样 你不能够讲他怎么样 我不会歧视人家 但是古代的人就讲他是鸟语 为什么 因为听不懂 为什么听不懂 那是相对论 雅言跟乐族的语言 沟通困难 可是乐族到中原 他就会学会雅言 但是带有乐族口音的雅言 这样你懂了吗 在家讲母语 学校说文言 汉语自古就是两道系统并行 这在武汉大学 林戴秋先生的十海构成 文字记录语言吗 这篇文章里面讲得很清楚 其实你看 闽南人在家讲闽南语 现在在学校讲什么 讲普通话 客家人在家讲客家话 在学校讲什么 讲普通话 广东人在家讲广东话 去到学校现在讲什么 讲普通话 古代就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闽南语里面 会有文读跟白读 为什么客家话没有 因为闽南语的白读 就是最古老的语言 当创立文字的时候 才开始转成文读 所以文读跟白读 都保留在闽南语里面 这就是闽南语的历史 最早的证明 我们来看一下 国语 台语 客语 它是三种不同的语言 那你看我们现在是国语的 教育 国语的教育采用下语 可是你看我们的妈妈 讲台语的民族都讲落语 讲中间这个落语 落语 可是客家的客家 生母 生母他说 落水啊 落水啊 落水就落语 因为雨就是水啊 可是雨是天上的水啊 掉下来才是水啊 所以他说落水啊 因为掉下来了嘛 水是水 这很简单的道理嘛 那我们老外来跟我们讲话 我们要把它翻成国语 翻成台语 不是就是同意词的概念吗 那各位看一下 下语 落语 落水 是不是同意词的概念 所以我们台湾闽南语 到底在教什么 我们的呆文所到底在教什么 根本什么理论都不知道 乱乱教 叫呆文所 我们来看一下 2000年前的这本书 方言这本书虽然是西汉杨雄所写的 但是这本书是从周朝开始记载 一直到西汉为止 为什么这样说 是因为周朝他们在每年秋天农忙之后 就会派游宣之史 游宣之史是当时的称呼 就是派一组田野调查的人到各地去采集方言 然后采集回来 他就把它记录在竹简上面 报给朝廷之道以后 就收藏在库存里面 一直到方言的作者这个杨雄 他掌管天路阁的时候 才发现这一批史料 他发现这一批史料的时候 他就把它据为己有 然后再陆陆续续的收集 最后才出书 所以你可以看到方言这本书 前面的题材 跟后面的题材完全不一样 你就可以知道后面的题材 是杨雄所增添的 那前面的部分是从周朝一直记载 到西汉的 那西汉杨雄的方言 第一卷第一条 我们为什么知道 说他当时讲的是闽南语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条他说 我再讲清楚一点 你注意听 第一卷第一条 他说 党小则之也 储未知党或曰晓 其宋之间未知者 那这个党 小则之也 照理讲 这四个字应该是同意志 对不对 因为他去采集方言的人 一定会用四方流通的语言 就是这个知道的知 知道的知是四方流通的语言 然后你问当地的人 他问楚国人 楚国人说知道的知 我们这边叫党 或者叫做晓 可是到齐国跟宋国那边 他说我们这边叫哲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这四个字 因为当时念的是闽南语 就是亚言 他的念法是 我念一遍给各位听 那我们念完 用闽南语念完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党 他写错字了 因为党这个字 就是懂的意思 因为党 闽南语读作动 他的音跟懂不懂的懂 是一样的 因为懂不懂的懂 才是知道的意思 那这个小 是知的意思 没有错 知小知小 但是哲呢 哲是Ted 所以我们说哲学 是Ted Ha 但是 这个哲是知道的意思吗 他不是 这个哲是智慧的智 那智慧的智 跟古代的知是同一个字 没有错 可是这个哲 他的音是Ted 他不是知道的意思 是智慧的意思 因为哲的造字 上面是一个哲 下面一个口 代表什么 哲服他人的口 是一个智慧的语言 我们辩论的时候 要让对方屈服 要哲服对方的口 就是一种智慧 这个哲是智慧的意思 所以Ted 他的本质是彻底明白的 彻底明白的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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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白的彻底 那这个彻底 那这个彻底 可以用双人旁 或是三点水 都念Ted 这样知道吗 所以他当时都记错了 那这个Dang 念作Dong 这个Dong 一直到明朝的正运 才出现 但是他的音 还是一样是Dong 那各位说 你怎么知道他当时是讲闽南语 我跟你讲 晋朝的郭普他说 国民党的Dong 是明朗的朗的意思 明朗的朗 其实他当时住宿 住室不是住宿 当时的住室 Dong 朗也 这个朗就是明朗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 Dong这个字的发音 是明朗的意思 而不是Dong这个字的意思 是明朗的意思 这样了解了吗 因为郭普他并不是讲通语 讲亚言 因为郭普是外来民族的下一代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我们汉字的发音 所以西汉洋雄第一卷 要写成这样才对 所以西汉洋雄方言这本切 不管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方言的那个学者 其实他都没有搞懂 我不骗你 他都没有搞懂 当时记录到四种不同的语言 四种不同的方言 但是中原的方言绝对不会只有四种 因为其他句有的记录到十几种 这一句只记录到四种 因为他走的路线不一样 记录的字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知道西汉以前讲闽南语的读书音 那闽南语就是河洛话 亚言就是通语 这样你有了解吗 这终于不是我糟糕的 那有没有更进爆的证据呢 这一集当然我们会提供更进爆的证据 过去我们介绍过庄子 司马向如及周黎等 讲河洛话的证据 讲闽南语的证据 讲台语的证据 今天我们一样要用文献来介绍 让你知道这是真的 这次又来挑说文的错误 说文解字这本书 中文系都不敢说它错 因为它是古人所做 其实对我理工科的人来讲 我注重的是逻辑 注重的是造字的原理 汉字的形音译 而不是说文他所说的 说文所说的如果是对的话 我们中华文献就不会到现在这么乱 康熙字典所记载 所收集的如果是对的话 那汉字就不会这么乱 我们来看一下背这个字 背这个字 一背两背的背 说文竟然说它是凡业 各位 反就是判的意思 判就是背的意思 背叛背叛 可是背是这个字吗 其实不是 这里念作一背两背背 背叛的背也是念作一背两背背 所以在理记的之一这里面 信以截之 则明不背 这个背 它就解释作反的意思 好 怀男子的人间训 善报背是离俗 假设禅语的禅 我们念作善好了 善报背是离俗 言居古隐 背是离俗的背 它是反的意思 反背这个世间 言居古隐 要去住在沿洞里面 住在山谷里面 在山谷里面喝水 好 那这个背 它真的是对吗 我跟你讲 大家都在读史书 讀史书 无路影 所以我常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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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读史书 无路影 逻辑不清楚 都没有用 这个背怎么会是反的意思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这个背 在康熙字典里面 记载到后面 它又写什么 好 等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背的发音 有背 有这个背 哪一个字才是对的 其实左右两个背都可以 但是以右手边的最吻合 最为合理 所以这个背 一背两背的背是写错字 因为它的音相同而写错字 那在康熙字典的 这个背的后面 它又物财人士加等约背 这个是一背两背三背 所以《易经》的说卦里面说 李七三背 李四三背 李七三背 《易经》用台语念 李七三背 听到没有 有人说你凭什么说 说文姐是错误 我凭什么说 许圣已经不在了 我不能够说他吗 许圣有错 我不能够说他吗 我们要相怨吗 不能实事求是 就是笨蛋 只会相信 一味的相信 所以我们说 尽信书不如无书 说文解释的错误 其实多如牛毛 我凭借的就是道理 有道理才能够行遍天下 所谓游离走遍天下 无理寸步难起 这样你有了解吗 或许你会说证据不足 是啊 证据不足 其实在比对那些之前 我已经把普通话客语广东话都比对过了 闽然与相同 而且闽然与这一句相同那一句相同 这一句相同那一句相同 一直相同 所以我才会这样说 那么我们再看其他的文献 你就知道我的理论根据在哪里 荀子的信恶 他说皆返于信恶 贝于情也 这里为什么他不写成一贝两贝的贝 而写成这个贝呢 因为荀子的弟子比较有学问一点点 他写对了 那国语的周语上 他说而后王曾卓焉 是以事 行而不贝 行而不违贝 他这个贝也写对了 为什么 周朝的文献有的用那个贝 有的用这个贝 那答案只有一个 谁是对的 意思对的才是对的 那我们看一下淮南子的冲突点 淮南子 淮南子的人间性跟奇俗训里面 他说散报被事离俗 言居古隐 上一句有讲到 那奇俗训里面 他说乱国则不然 言与行相贝 其实这里为什么他用这个贝 情与貌相反 为什么前面的贝跟这里的贝不一样 我在想 因为他的弟子在记载的时候 应该有人写错 不然前面跟后面会凑不起来 为什么 另外 前面的贝跟后面这个贝 全周音相同 但是张周音不同 所以老师的利论根据以前到现在一直在跟各位讲 全周音是汉朝以前的声音 张周音是唐朝以后的声音 我一直在讲这个规则 但是很多人一直跟我有不同的意见 其实我的利论根据早就研究好了 只是我没有说得很清楚 大家就会一直在那边反对 为反对而反对 现在很多人说我们台语就是南岛语系 你去试啦 南岛语系 南岛语系的瀑布怎么念 瀑布南岛语系叫 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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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台语有什么相关 南岛语系 谁教你的 那个老师要拖来编性 胡说八道 做教育不能够这样乱讲 信口开恨 你去看韓裕 他的穆志明 他说旁读书背文 读书背文 这个背文 背文他说 注解背文为背本案记 就是背课文 背课文 这个背就是背书读书背书的背 不是刚才那个违背的背 这样你知道吗 那你这个背跟这个背 虽然国语同音 台语也同音 我要跟你讲 如果说一脉相传的话 会用什么发音 你自己想就好 我也不用下结论 我下结论你又在旁边 鬼叫鬼叫 从前面你看到现在 你看到语言变了吗 我们语言学老师 只是看到普通话变了 可是他没有参考到闽南语 他没有去看客语 看浙语 干语 香语 川语 你可能看到别的语言 再去推古代是什么语言 所以你当然会觉得变了 因为你抓错对照主 你对照主弄错了 你的语言学 当然从头就错到尾 所以我从头就一直笑到尾 就是这样 周朝迄今三千年到底改变了什么 那些字是不是都一样 但语言学老师怎么都说语言会变呢 就不知道哪里就说语言会变了 就不懂的就说语言会变了 因为不知道 他的发电的系统 不知道他的管理 当然他也说他的变了 因为语言学老师不懂语言学 因为清朝的普通话的语言学 那是错误的 用普通话来推前面的语言 那是空的哦 民间汉学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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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做一下隋唐测验 乾隆游江南他说 英雄失智千古同碑 英雄失智千古同碑 英雄失智是台语汉字 国语怎么想 请在下方留言 我就不会提供任何提示 你只要按照同意付词的规则 就可以找到答案 多谢收睿 谢谢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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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